另一方面 台湾的核能安全问题 最近也引发各界热烈讨论 而台电方面今天证实 台电高层日前曾经到中国大陆 洽谈把核废料送到对岸的问题 但是目前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日本核灾引发各界对核安高度关注 争议多时的核废料中置厂 到底要设在哪里 台电证实日前确实曾经跟中国大陆 洽谈过核废料处置问题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决议 的确有去过大陆 农上也去过大陆 去过接触讨论这件事情过 就是说接下这种事情过 但是目前跟周围保证 绝对没有任何协议的达成 台湾的核电厂运转30多年 高放射性核废料都储存在核电厂内 20多万桶低放射性废料 有9万7千多桶放在蓝宇 其他都还在找寻最终处置厂 不过寻止工作一直都不顺利 应该说是一个照三代 就是说它还是持续有板块的运动当中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对于设置核废厂的储存厂 是很有疑虑的 2008年经济部公告台东县达仁乡 屏东县牡丹乡 澎湖县望安乡三处潜在场址 当地民众强烈反对 2010年9月重新公布的地点是 金门县的乌丘乡与台东县的达仁乡 今年3月29号上网征求各界意见 现在又传出大陆也是选址地点之一 环保团体批评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这个国际政治上 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真的最担心的 不是低阶核被料 而是高阶核被料 就是现在所谓的用过的燃料棒 那它非常的毒 几乎不太会有国家会接受你的这个东西 经济部选址小组指出 上网公告起一个月之后 参着各界意见修改报告 再由经济部正式公告 地方政府还要举办公投 决定接不接受 再进行两阶段还评 才能正式动工建造 民众的反对确实是最大的阻力 会尽力跟地方沟通 不过中置厂的设置 还牵涉到50亿的回馈金 核被料究竟要放在哪里 未来